昨天终于有时间临席一些甲骨文书法大师的作品 临席很初级,但过程很治愈 其中很多字都意趣盎然,既直白又含蓄,质朴而易深 如果是刚刚接触甲骨文,或许认读这些字会有一些难度 但是如果你见过日出日落,燕子难飞,聆听过流水与风声 感受过鱼血飞飞,刺激轮转,那么这些字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 所以说,抛开所有的历史意义和神圣光环 甲骨文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活泼和生命力 基于对甲骨文的热爱,今天就潜聊一下甲骨文书法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朋友来领域这块中国文明与艺术的瑰宝 首先要厘清的是甲骨文和甲骨文书法之间的区别 甲骨文是我们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中国文字 而甲骨文书法是后世在甲骨文的基础上 研习的一种书法书写系统 在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性可能远远超出了我们很多人的想象 中国书法的基本艺术形式,格式,章法都来源于甲骨文 书法中的三大要素,用笔,节字,章法在甲骨文中已经有所体现 而中国书法的基本艺术理念也是和甲骨文血脉相连的 甲骨文形象生动,但不是绘画,它是一套完善的文字体系 这就不得不叹服我们古人的智慧 在高度提炼物体特征的同时,还高度凝炼自己对世界的感受 而提炼创造出来的这些文字符号 也为以后的经文、传书、历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同时奠定了中国书法美感的特质 也就是说可以均匀对称,也可以大小参差错落 可以很具象,也可以有无限的想象 书法的学习是一个追求美的过程 是一种奇妙的生命体验 而甲骨文的字形里就蕴含着无限的生命的异象 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只小鸟就是燕子 还有这一只鸟 还有这一只鸟在歌唱 侧盼水边的扁舟 雨来了 起风了 何不闭门以小窗饮酒一杯 中国书法的大美追求天去自然质朴古着 与老庄哲学当中的大巧弱拙 大阴牺牲 完美吻合 无异于家乃家 甲骨文的这种没有美颜 没有滤镜的自然 朴素 率真 不造作的美 具有着非凡的生命力 是我们现代人应该追求的美学方向 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爱上了又猛又哑又有趣的甲骨文书法 也可能明白了为什么学习甲骨文书法是学习中国书法的第一步 如果想要联摸甲骨文书法的话可以搜索甲骨四堂 罗振郁和董作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大家 四堂之外的潘竹兰 也是风格突出一出尘外 非常值得联系 这些书法巨匠 非常善于集结甲骨文中的单字 为我所用 会成非常优雅的诗文 文学修为令人叹为观止 最后让我们来净读一下之前联写的罗振郁和董作斌老先生 及古字而成的诗词连句 即日逢三月 幽花媚依林 川前游女正游春 燕子自来自去解一人 东边日出西边雨 一鸟不鸣山更幽 白下门东春已老 今来风雨又为舟 南天好 圆日百花心 乐事修望千岁酒 小窗窃喜一朝春 文语亦宜人